谁在这种花啊 回小姐 是小生奉夫人之命 在此种植茶花的 你是谁啊 神仙姐姐 我想你想的好苦啊 弟子端玉 拜见师父 你干什么 小姐 她是阿珠 带来的那个书呆子 她说会种茶花 夫人就信了她的胡说八道 你这个呆子 谁让你姐姐妹妹乱叫的 你怎么叫我神仙姐姐呀 我不叫你神仙姐姐 那我叫你什么呀 我姓王 你就叫我王姑娘吧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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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王的姑娘千千万万 像姑娘这样的天仙 不叫你神仙姐姐 叫你王仙子 这话好像有点俗气啊 叫你曼陀公主 也不好 大宋 大礼 辽国 祖婆西夏 哪国没有公主啊 哪个 可以跟你相比啊 可是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我美还是不美 在这曼陀山庄之中 除了我和我娘之外 都是婢女和仆庸 她们只当我是小姐 谁还来管我是美还是丑 那外面的人呢 什么外面人啊 你到外面去 别人看到你这样天仙般的美女 难道不惊喜赞叹 鼎礼膜拜吗 可是我从来不到外面去 娘也不让我出去 就算去姑妈的环师水阁看书 也碰不到什么外人 不过是我表哥的几个朋友 可是 他们也不像你这么傻里傻气的 原来如此啊 可惜 真是太可惜了 刚才那一位就是慕容公子吗 是啊 他就是我表哥慕容傅 听说他在武林中名气很大 你听说过吗 难道 慕容公子从来都没有说过你美吗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谈论武功秘籍 就是谈论国家大事 可是我 我讨厌武功 只是为了迎合他 才强迫自己读了好多武功的书籍 其实我对这些 根本就没兴趣 太好了 我也讨厌武功 我父亲和我伯父老是叫我学武功 可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 宁可偷偷地溜出来 其实你敢为你表哥读那么多的武功书籍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在从我部长去世后 我娘和姑妈闹翻了 她连表哥也不让来 我们只能偷偷地见面 可是难得见一面 她还是想着那些武功秘籍 和国家大事 那你父亲呢 我还没出生 她就去世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一面 你姑妈是你父亲的姐姐 你姑丈是你姑妈的丈夫 他就是你姑妈的儿子 对啊 我是我娘的女儿 她是我的表哥 瞧你这人傻里傻气的 请说些没用的废话 好了 我在这里都留的时间太久了 不走了 我娘 你想跟我说什么 要是跟慕容家有关 我可不听 娘 你这次 准备怎么处罚阿珠和阿碧啊 哦 是那两个小妮子 她们在慕容家待久了 正是学得越来越不像话了 竟敢带一个陌生的男子 到咱们庄上 看我不斩了他们的双手 娘 阿珠阿碧他们真的是事出有因 绝对不是故意冒犯 您就饶了他们吧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 哦 你是怕我斩了他们的双手 你的表哥从此不再理你了是吗 可我这次 偏不想让他再理你了 娘 他可是你的亲外甥 你为什么要这么恨他呢 就算是姑妈得罪了你 你也不用恨表哥啊 好了 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你先出去吧 是 娘 我求你饶了阿珠阿碧他们 命他们以后 无论如何不许再来就是了 好了 我已经决定的事情 再求也没用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恨姑妈 为什么讨厌表哥 王姑娘 你怎么了 娘说为了你的事 要多带阿碧阿珠的手啊 什么 我怎么劝也没用 那该怎么办呀 王姑娘 求求你 赶紧想想办法呀 娘不答应 我也有什么办法呀 她本来就是和我表哥作对 这次我表哥去和丐帮比试 说不定会有危险 我本来还想欠我娘去帮她 可是现在看来 根本就不可能 我母公子有危难 你懂那么多的武功 你怎么不去帮她呀 我只是读得书籍多一些 自己却不会用 再说 我怎么出得去啊 我娘是绝对不许的 那就偷偷溜出去啊 不要让你娘知道 好 就像我 就是偷偷被这家人丢出来的 你说得有道理 那好 咱们先把阿珠和阿碧救出来 然后再和他们一起去找表哥 是小姐来了 请进吧 爷妈妈 我娘让我过来 把阿珠阿碧他们带走 说有话要问他们 是吗 那好啊小姐 你先来帮我把他们两个捆绑起来 再带走 来 给你绳子 爷妈妈 你要干什么 汪武夫人早就说过 要杀了这两个丫头做花肥 怎么会改变主意呢 小姐 你太小看我爷妈妈了 你是谁 大公子 你别管我是谁 先放王姑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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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下子 你要干干什么 我 放手 先放了阿珠阿碧 是 是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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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公子 你怎么会使悉心大法这样误会的武功啊 这 啊 这是我们家传的六阳种雪宫 和悉心大法完全是不同的 正所谓 正所谓 一争一邪一善一恶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哦 快 我们走走 快走走 我们该去哪儿啊 去找表哥 对 我们去找公子 段公子 那你呢 我 我愿意一路上保护三位姐姐 好啊 那我们现在先回我的住所清香水县 再去找公子 嗯